大家好好久不见 在整个八月我好像都在过南半球的时间 现在几点看见表 现在是晚上三点三十八 现场好了 现场好了 我说今天三点以后才会收工 你真的是三点 你别在那吃光 这次演我爸爸的是董勇老师 他之前说我的出工椅像一个碗 做了对腰不好 可是他现在就坐在我的椅子上 他还说为了制造角色之间的疏离感 他决定从开机第一天就不跟我说话 我心里想太好了 正好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话 但没想到过了一个星期 我们就变得文化不谈 我跟朋友开玩笑说 来了这个剧组就像进了一个高考春次班 每天上班都有种拼他的日出日落 搏他个无怨无悔的感觉 虽然只在这里待了不到一个月 可是收获真的很大 谢谢在这个剧组遇到的所有人 上班一条虫 下班一条龙 说的就是我 杀青后的第一天 就去付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约 当然了 这个意想不到并不是指望金轩 是还从来没有见过面的 欧阳娜娜同学 邀请我去看他的展 什么社交 社交 这是真诚 不要带目的性的去跟人沟通 有一个公式 社交是有公式的 快把你带公式 就是舒服 当你跟一个陌生人见面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的时候 比如你是陌生人 我是陌生人 现在 滚 不是不是不是 这是什么机场说 不是 不是 来个正常的 来 开始 你快说你那个公式 就是昨天今天和罗坚 先问对方 你昨天在干什么 今天干什么 明天打算干什么 再说自己 昨天干了什么 今天干了什么 明天打算干什么 我绝对不是这么知道的 你就是这么教我的 我说的是 你跟他聊 昨天今天和明天 但是不是 昨天今天和明天 要聊以前 现在和未来 那我是陌生 你来 这个情况 来给我搜索一下 好 酒桌 酒桌 我不会喝酒 茶桌 喜欢喝什么茶桌 我酒了 墨鱼蜜茶 好漂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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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回家吧 对 娜娜同学的展览有六层 每一层都很可爱 又充满了她的巧思 对面的女孩 看不过 跳出来就会撞得到 哎好晕 真的好晕 真的好晕 她很雀跃地跑上跑下 一边招呼朋友 一边工作 而我总有一种去别人家做客的感觉 所以就还是很紧张 这几年的疫情生活带给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我的创造力和行动力都明显下降了 好奇心和探索欲也变得需要花一点力气 才能够被激起 每天提醒自己最多次的就是不要麻木 不要麻木 这个展览里的一切都很生机勃勃 所以才会让还没有缓过神爱的我 显得有点不所适从 能用自己脑海中的世界 装点出这样一幢房子 并且与人分享 在我看来真的很厉害 如果有兴趣 大家也可以去逛一逛 三个一走 我知道 我才录视频哦 你要动一动 很大的动 可以 可以 mice 可以可以 说什么天真误险 没有 你满脸写着紧张倒数 就是 还没有 杨茜茜